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制作风格跨度从爵士说唱 硬核说唱 到流行说唱 并加入交响曲 中国民乐等独特风格 2016年创作单曲Meet the Soccer 欲见废柴 反击黑人歌手抢劫华人言论 点击量过百万 英国BBC 美国嘻哈杂志XXL等知名媒体曾对它专访 广受国内外华人的好评 HELLO 大家好 我叫小龙 aka PHDRAGON 我是一名华人饶舌歌手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去freestyle 怎样去即兴的写词 首先freestyle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火的东西了 就是大家好像见面就会说 你有没有freestyle 有没有freestyle 其实freestyle这个东西来源就是在hiphop早期的时候 大家在街头去battle 大家去讲一些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coming over the top of your head 当时想到什么 我就会讲什么 这就是freestyle最开始的来源 然后练习freestyle这个东西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运奖 就是rap这个东西跟普通讲话不同的地方 就是rap 它是押韵的 所以怎样去freestyle 如果是我自己freestyle的时候 我最开始我就会去想 这个韵脚是什么 例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马上去想它的韵脚 押韵的方式有很多种 例如说单押韵就是巨尾一个字是押韵的 然后双押就是两个字押韵 三押三个字押韵 然后有巨中押韵 很多押韵的方式 那其实freestyle的时候 你能够想到巨尾两个字 甚至有时候一个字的押韵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讲一个话题了 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韵脚堆积在巨尾 这样就可以自己freestyle 那么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演示一下freestyle的一个过程 我叫小龙 今天教大家rap 我是大家的知音 大家听我freestyle 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打开电脑 点击链接 大家去看好视频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天天给大家带来好事情 那么其实就这样的freestyle的过程 就是我先看到一个东西 例如说好视频 我怎样去押韵 例如说好事情 这样就是三个字是押韵的 那我就可以这样去把它放到巨尾 当你有韵脚了 那么怎样去freestyle freestyle它就是你当时脑袋里面想什么 就要去讲什么 或者说是给你一个主题的情况下 你怎样根据那个主题去组织语言 剧中或者是整个句子在讲什么东西 你可以当时去随意的去想 但是最后你只要回到这个韵讲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freestyle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freestyle 就是一个成功的封面 然后你不想去评论 那你不想去评论 你不想去评论 然后你不想去评论 我会在评论 你不想去评论 我不想去评论 你不想去评论 我不想去评论